對於立法會選委會議員番生,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港師蔡子強批評是走回頭路。 又預期立法會增加議席之後,非建制派的影響力將會大減。 相信最後他們的目的是將民主派在議會議席壓縮到三分之一,甚至四分之一。 所以未來不單止你很難再期望它會過半,然後可以能夠在議會裡面佔主導。 更甚的就是我們以往說的三分之一否決權等等,對一些重要憲制改革的,基本上也都並不存在。